一Q清袋 今集《是非精》變成卓球天候 心敬膽跳躍 今集《是非精》 抄襲電腦扔到彈彈球 拔足狂奔 今集《是非精》 要挑戰和車鬥快跑 明必是非, 政客學是學非 大件事了, 大件事了 為什麼蝕大件小怪呢? 我聽說今集要加一個女人下來 什麼? 怎麼加? 我們的對白已經不能分別人了 當然是你, 經常這麼蛇 不如現在加一個人下來 會不會是因為你 很多隊長隊整個都不表演 你已經夠吵了, 還加一個 你呀 究竟是選誰? 選誰? 對嗎? 先吃飯 一個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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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說得對嗎? 好嗎? 好嗎? 有 你又不是Caption 沒錯, 身材入江的女孩就是我 我又玩什麼? 對 這次我需要你們幫忙一起去打卓球 你懂嗎? 我不懂 所以我需要你們一起對付他 他? 黃子肯? 卓球不是長得英俊就懂得打 不是, 聽說他有卓球小王自知青 很能打的 請問這麼多位示威精 準備好接受我的挑戰沒有? 不懂得打 直打不要緊, 我們有的就是美式 太好了… 再加上我找了很多教練 教我們, 我們不用怕 太好了… 是不是很怕? 快點去學習吧 打給你 進入了誰那麼厲害呢? 她就是吳安儀 今年面對兩個世界錦標賽冠軍 是香港首位雙鳥Q厚 我找了你們教練, 就是她 你們是小儀嗎? 是 我也是小儀, 不過我是四眼的五安儀 怎麼這麼難? 我們也是儀, 我們有友誼 一 好, 你們三個唱得這麼難聽 對… 粉紅色, 粉紅色 她們三個打你們進入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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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 一次過打入三個球, 這麼牙刷 我就不相信了, 世界冠軍也是這樣 一Q清袋, Q效果然厲害 厲害 其實一次過打入三個球 純屬是表演性質 實際上這個是球 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嘗試看看 在桌球上遇到的比較圈轉的球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一起學習吧 好… 加油… 黃教練把不同顏色的球 放在桌上不同位置 來模擬比賽上 被對手放球的情景 白球要撞入紅球 但綠球和藍球都阻礙了 怎麼打呢? 看到白球的位置 其實是封死了很多路 現在安兒會示範一次 你用三個球打入紅球 這個純粹是她的… 三個球… 正式練習 三個球… 對 用九個球… 安靜一點, 不要騷擾安兒 真是是非做史上最安靜的一次 我只聽到球聲而已 能不能進去嗎? 很高興認識你 你剛才不懂得有難度來的… 你們先不要抄襲 讓教練說一下 到底這一球的技巧在哪裡 好 教練 是 剛才安兒示範的球 其實是純屬她平時練習 對角度的知識 最基本的東西吧 是最基本用三個隊伍 她懂得看角度 就可以打到這個球 你敢說真的有點高難度嗎? 可以示範的 好… 現在我們要打中白球 擊中紅球 黃教練給我們提示 說這次撞桌邊兩次 就可以把紅球撞進袋了 教練, 我準備好了 好, 師傅 別說這麼多話 你這個卓球小王子這麼大口氣 真的能進入 到我們了 放漂亮帖比較重要 漂亮, 小心坐下桌子 你不能打也能提得 師傅 師傅 好, 師傅 師傅 師傅, 師傅 師傅, 師傅 我準備好了 入八球的 八球, 她進不了 我還要放鏡 讓安兒來吧 別吹心… 好, 安兒… 好, 現在到Q後出馬 好, 師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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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教練 為什麼剛才他們打的角度 好像一樣 但是安兒就能打, 但子恆就… 因為只是很小 一樣 對, 只是一樣 大家看到剛才桌面的局面 子恆單單打一個自然的角度 沒辦法做出一個效果 一定要用Q法 安兒就是利用下旋 還是要重下旋的Q法 把角度拉闊 才能做出這個效果 這也是畜牢上的知識 好… 你們自己試試吧, 好嗎? 來… 黃色, 我打得很久 走吧… 為了贏黃子恆, 大家繼續練習吧 家琪打完一下就走了 好, 心穎是運動得好一點, 但還是打不進 你看, 人家又打進了 實力真的差太遠了 怎麼辦? 怎麼辦? 你這幫是非精, 投降吧 他現在很囂張 不可以這樣, 黑心 雖然他英俊, 我們不可以害怕他 好, 我們有第二個教練 老師… 我們的教練在那裡 我在這裡 湯博士… 又是他 湯博士, 運動環節 對, 打桌球也與你無關 其實你是否暗影我? 當然不是 對… 打桌球也有物理學的 你不懂物理怎麼打桌球 好, 那你教我吧 來, 來, 來 不要一直教你 我們一起跟湯博士上課吧 來吧 湯博士, 行了 湯博士, 球已經設好了 究竟桌球有什麼物理呢? 其實桌球不外乎 現在是把白球撞到顏色球 放在袋子裡 如果白球正撞到顏色球裡 如果白球沒有旋轉的話 根據動量省能力和能量省能力的 白球撞到紅球之後 就會停下來, 不動了 紅球就像白球之前的速度一樣 放在袋子裡 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不如你出去示範一次 試試? 讓我看看吧 好 很厲害 其實子恒剛才打的 就是在白球的中間 這個幾乎是完全的彈性碰撞 所以白球會把所有能量 傳遞給紅球 於是白球撞完紅球之後就會停下來 而紅球就會用白球先前的速度 向袋子裡走 子恒, 不如你試試 這次打白球的上面 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 其實你剛才打完白球之後 當它撞擊了紅球之後 它還會向前流動 其實白球的運動有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向前直線的運動 另一部分就是當李茲Q 打到白球的上面的時候 其實它會向前旋轉運動 當它撞完紅球之後 沒錯, 它將線性運動的能量 給紅球 但是因為它之前還有一個旋轉運動 所以它會向前滾動 所以就向前流動 聽完博士說 這次試試打白球的底部吧 白球和紅球碰撞之後 線會停下來 但因為白球有後旋 它和桌面的摩擦力 就會令它向後滾動 透過這個原理 學會控制白球不同的走向 打桌球就得心應手了 說完碰撞之後 聽說有一種技術叫撞枯 連桌球小王子都說未必能打到 教給它多難呢? 那Semi行不行? 好, 來 很難考 即是怎樣 你們還沒明白 這個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好, 讓我拿一塊鏡出來 你讓我們照的嗎? 他想我們看看漂亮的東西 當然不是 其實是讓你們練習 如何對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珈其, 你現在試試打白球 但是要對準鏡子裡的紅球來打 看看打不打中 這樣又好像比較容易 你行的, 我看好你 是 太好了 Turbo City, 為什麼這個方法會熱這麼多? 其實這塊鏡子反射了一張桌子的影像 當入了一張鏡子之後 整張桌子就好像反轉了一樣 形成了一個影像 所以當入射角等於反射角的時候 其實這個紅球和這個白球 在鏡子裡成了一條直線 你對準這個紅球, 反射的時候 就能打得到 你試試嗎? 你得我贏, 我贏得了, 什麼事呢? 下一節 接受完地獄式訓練的視肥症 對決王子恒大戰一觸即發 彈彈球不反彈? 一定馬上爆, 待會告訴你為什麼 你不穩定的, 還會只要打 安兒很厲害 專業桌球手每一球都不容有實 講求穩定性 究竟世界冠軍跟一般人打桌球的時候 穩定性差的遠呢? 直接用精密的儀器查一下吧 為什麼你全身黏那麼多一點點呢? 是不是在做? 你在做什麼?月永, 好嗎? 不, 剛才一看就… 有電, 這些應該不會電 馬上進去 其實這些反光碟 再配合這裡周圍的紅外線視錄機 就要來記錄它的肢體動作 以及擊球的準確度 作為將來訓練的參考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你們的分別 我試 我真的知道 我獻醜 首先由安兒做測試 用白球撞紅球五次 當然就五次都入袋了 而且就這樣看, 看得近乎QQ一樣 接著到Ali了 看她的樣子好像很穩定 穩定地差嘛 真的, 打五次, 五次都不入 看Ali的美女 儘管等這個測試結果吧 初博士 是… 初博士 初博士, 我的報告如何? 你坦白一點就行了, 她能接受的 我想大家都猜到的 安兒的穩定性是好很多 即是證明測試準確的 是, 記器的準確 首先看安兒的結果 打五次, 五次出Q的時候 手臂、Q棍的位置都幾乎重叼 很厲害 至於Ali呢 手臂的位置每次都不同 Q棍擺位又有偏差 明明五次的球擺位一樣 Ali怎麼打的 我想問你一運動… 即是打桌球 它的穩定性需要特別好嗎? 因為一個運動 如果它的動作相對簡單 那個準確度的要求會特別高 因為那個正確的擊球點是很小的 而一場幫你這麼多次擊球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希望運動的穩定性 是比較高的 剛才安兒五球也進去了 她每一次站位的時候 那個腳位、手、肩和爪的位置 都會相對差不多 她五次的不差大概是四至五個厘米 而Ali在這個測試裡面 那個不差是超過幾十 其實Ali的穩定性 我們已經完全放棄治療了 但會不會她有什麼因素 都可以幫助她臨場的發揮呢? 那位運動員來說 我們會提議她改善她的心理質素 怎樣改善? 我帶你去看看 好 你的心臟 出發, 加油 來吧, 來吧 一個桌球手要做改善心理質素的訓練 就要先戴上涼度呼吸和心跳的儀器 然後坐著看著屏幕 這樣就可以進行訓練了 蘇佛士, 這樣就看得到心了 其實我們通過這個方式 訓練運動員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這裡會有一個圖 運動員就需要控制自己的呼吸 同步我們給她的圖 研究顯示 當心理變異低頻的量越高 就是說她的情緒的穩定度越高 就是說我們通過呼吸的訓練 令運動員去掌握 怎樣可以令自己的情緒穩定狀態 我可以再瘦一點 就讓情緒最不穩定的佳琪試試 但做了一段時間 呼吸和心跳都完全無法配合 跟安兒的表現比較之下 實在差太遠了 各位是非星, 你們搞得這麼久 搞定了嗎?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還沒準備好 你先檢查心理 是否好像什麼都還沒學過 你們還沒準備也要準備好嗎? 好 繼續迎戰 今天… 緊張的時候到了, 現在開始比賽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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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桌上有六個蠻色球 大家要分別把黃、綠、啡、藍、 拼、黑、順次最大陸的球 為了公平的意見, 梓恆只有一次機會 是非星球有兩次機會 好… 好… 黃之恆出場 他把球當是是非正感, 逐個撞到袋子 這個桌球小王子真的有些了道 又進了, 到最後一個球了 警察快點施政給人計算 不, 失敗 你剛才給人家兩次… 你們很厲害 小師傅, 我們給人家一件青袋 很厲害 我們輸淫不輸淫 當然, 我借一副眼鏡給你們 是嗎? 這樣也好 我為你們準備了 兩位手提示… 眼鏡像阿里的力量挖入 白波打死? 好… 美女是有特權的, 試一次吧 好, 預備 好, 預備 入袋子 好… 對… 入到了, 想不到阿里也有一點實力 接著打飛虎了 你入到, 我就算輸了 別打到阿里, 你不會給她看的 去吧… 我對你有信心, 爭氣 這個男生真的不能爭 這頭撞完, 那頭就打失了 我的天 好, 唯有生命補償, 進入了白波 好, 加油… 好, 加油… 好, 小心, 再做我們輸淫 不要緊, 我們已經輸淫了 是嗎? 大家都要明白 其實桌球不是一支一支 都可以掌握得到 我們的運動員 也要經過長期累月的訓練 才有今時的水平 太好了… 好, 雖然我們市非精 輸了這一場比賽 但是黃之鎮贏了一個獎盃 是嗎? 是的… 在這裡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是你現在… 謝謝… 再見… 敬你了 再見… 我們從心裡挑戰信了 怎麼這麼多人想挑戰我們? 我們會受歡迎的 連中都不少這些人 這次是誰? 花筆菇 難道不是花筆菇? 你們倆上次這麼收家 這次讓我來 很厲害 怎麼會是誰? 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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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挑戰我們? 誰? 火博士? Jason又不是你? 懂嗎? 你… 他就失敗了 你怎麼偷襲我們? 你不知道我的英文外號叫Dr.Ku嗎? 跟我來吧 Jason Ku? 你的朋友? 不, 似乎很帥 Jason博士再度出場 這次不玩火, 還有什麼玩呢? 怎麼樣?Jason Kuo 這次想挑戰我們什麼? 這次我挑戰你們 扔爆這個彈蛋球 扔爆? 扔爆這個彈蛋球這麼有彈性 怎麼會扔得爆? 你們扔不爆 不代表我扔不爆 扔一下它 挑戰… 什麼? 不爆了 彈蛋球會扔得爆嗎? 彈… 我捏… 捏不爛, 扔不爆 Jason博士, 你是否騙我們? 這些彈蛋球 我們怎麼扔都不爆 先看看 這麼差勁的, 你來吧 好 我試給你們看 有什麼準備嗎? 現在我不會害怕你, 你嚇我 它會怎樣? 它會像水滾一樣 我不擠, 我不擠… 我試給你們看 球好像玻璃一樣, 粉身碎骨 不是 是玻璃一樣 怎麼會像玻璃一樣? 但是軟身碎骨 對 剛才我用了液態氮去冷卻它 它和空氣中的氮氣有分成分 空氣中有百分之百十都是氮氣 我們將氮氣經過冷卻和壓縮 會變成液態, 現在就是液態氮 因為室溫是20度 液態氮氣就是… 因為水滾在零下196度 所以看到它是很低的溫度 當我們將橡膠冷卻到零下196度 它就會由有彈性的橡膠形態 變成沒有彈性的玻璃形態 所以一扔在地上, 它就會變碎了 你的笑容爆了, 很脆 我放薯片, 很脆 試試看 我們嘗試放其他東西進液態氮 就試試看 真的是薯片嗎? 玻璃, 很好吃, 好嗎? 拿來吧, 做實驗用的 我吃過的 有了, 它浮起來了 我浸它進液態氮裡 它會不會爆? 有這麼多粒嗎? 不如眼睛割吧… 對, 你嘗試用水打它 是嗎?是否很大力加? 你有沒有問過我? 我身上也是 這些東西是一氣呵成的 它真的破壞了 對, 破壞了 中性吃得嗎? 對 中性吃得 我真的怕你吃得很像 怎麼好像是糖糖一樣? 但為什麼會這樣? 棉花糖是多孔的物質 當冰冷的時候, 水會變成冰 令它變得很硬和很脆 一打進去, 它就會碎開了 我們用液態氮浸水果 如果浸一會兒就變成冰 真的很冷, 所以提醒大家 浸完液態氮的食物很冷 有機會冷傷吃, 千萬別亂吃 幸好剛才收到它, 被它爆滿了 有沒有吃? 快吃吧… Jason博士, 你很甜 你拿一些冰淇淋給我們, 是嗎? 有什麼吃? 冰淇淋 我只填一個魔術給你看 不是給你吃的 魔術是什麼? 膠袋 對 它濕了 你經常被彈, 怎麼來我們都… 你怎麼會弄到它發脹? 怎麼會弄到自己發脹? 好像氫氣球似的 變大… 很搞笑 它有一個大平環幻 為什麼這個氣球會自己漲? 氣球原本吹脹了 只不過我剛才把它放在液態氮 它就收縮了 因為裡面的空氣, 含有氮氣、氧氣 這些氣體在液態氮溫度 都會變化, 變成液體 但當我拿出來室溫的時候 液態的氣體就會沸騰, 變成氣體 氣球會膨脹, 變成原本的大小 太好了, 下班了, 太好了 下班了, 下班了 下班了… 還沒下班 這是燈膽, 現在它穿著了 我先關掉它 關掉 接著我現在要打碎它 打碎了眼鏡, 你不說我… 打碎了, 打碎了, 打碎了 這樣打碎了 現在我打碎了玻璃 是 現在烏絲就在空氣之中 讓我打開燈給你看 會爆嗎? 燒了 一下子烏絲就燒了 剛才燈膽裡有保護氣體, 叫鴨氣 保護烏的金屬不會跟它反應 因為它是一個墮性氣體 但是當我們打碎了燈膽之後 烏的金屬就會接觸到空氣中的氧氣 氧氣就會跟烏有化學作用 變成氧化烏, 它很快就會燒掉 因為燈膽一亮就有3000度, 很高溫 我換燈膽 然後我就用液態淡 來幫你做一個新的燈膽玩給你看 好… 爆燈膽的時候要輕手一點 不是會弄斷烏絲的 好, 要開燈嗎? 好, 現在可以開燈了 你會看到… 它這次不爆 燈膽在淡膽裡不爆 對 因為燒屏裡充滿了淡氣 淡氣是墮善氣體, 跟氧氣不同 它跟烏的金屬沒有化學反應 所以它不會燒掉 一抽一盞燈出來, 烏絲就立即燒掉 謝謝, 又沒有一個了 即是證明我們可以下班了 下班了 下班了 不要緊, 下班了 其實挑戰失敗, 先收拾東西 先玩什麼玩, 童先 玩得這麼開心, 有些玻璃 你走兩步就不用收拾了 小小姐, 你好像沒做過的事 你自己只怕她做的 我已經瞄得很準, 這樣也不進 這樣那個玻璃有問題? 她的肉有事, 很可愛 我覺得應該她的眼睛有事 何時有飛, 明明是甚麼 一會回來告訴你 教你如何檢查眼睛 阿火, 到底怎麼練成火焰神掌 砍掉玻璃瓶 跑呀, 跑 是非禎跑到一身汗 跟車斗擺, 待會回來看吧 為何打擊都打不中那個球 我想真的跟你的眼睛有關 不如找個眼科醫生檢查一下 好, 走吧 看著你, 看著你, 看著別人 唐醫生… 我經常打桌球時, 瞄不中一球 我的眼睛有事嗎? 對… 其實你兩隻眼睛有一隻眼睛看得沒那麼好 也會影響你的瞄準 不如我們做個簡單測試吧 好… 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看到牆上有十字嗎? 好, 我們兩隻眼睛一起張開 然後把手拿出來圍著十字 首先把右眼睛合起來 好, 大家還看到十字圍著左眼睛嗎? 沒有了 沒有邊緣 好, 我們在這裡嘗試 反過來, 合上左眼睛 在這裡 好像有點 對 中了很多 其實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知道 究竟哪一隻眼睛是主力眼睛 因為如果你用眼睛看, 還圍著它 代表那隻眼睛就是主力眼睛 那就是右眼睛是主力眼睛 我就是左眼睛 韓醫生, 知道哪一隻是主力眼睛 對瞄準有什麼幫助嗎? 其實也有, 因為好像左右手一樣 你用右手寫開字, 右手會比較厲害 眼睛一樣, 有一隻眼比較厲害 其實那隻眼睛的拿捏就會比較準確 韓醫生, 如果我要瞄準一點 我就單起眼睛用主力眼睛看就行了 那也不行 很多運動, 你要量眼睛看 才有立體感, 還有距離感 例如一些卓球運動、頭女運動 如果你沒有立體感, 差很遠 韓醫生, 無論我左眼還是右眼 都看不到十字 當然, 十字掉進來 你是不是看不到? 你是不是看不到, 根本就是眼睛裝模作樣 韓姊妹, 什麼事? 我被人扔掉 我們怎麼能回來了? 還好… 小神的光陰, 要再監抬 是他了, 糟糕 是他了, 糟糕 不要打臉了, 不要打臉了 不要打臉了 糟糕, 我靠一塊麵粉吃 誰說打你呢? 對了, 怎麼弄三角瓶呢? 很容易 給你一支筆 筆 Dicken博士, 筆真的有用? 當然可以 這支不是普通筆 筆頭是用石、蜜做的 是很硬的, 比玻璃更硬 所以你刮刮一下就刮出玻璃 玻璃因為它是機晶體 所以它很硬 如果我們把玻璃比較起金屬的時候 就不同了 金屬就是晶體 它的原子、分子的排列是很工整的 所以如果它受到外來壓力 或者拉斜的時候, 它就會噴位 它有一個原生性, 刮的時候它會凹凸 但玻璃就不同了 分子、排列是有點混亂的 所以如果你外來撞它 或者刮的時候, 它就不會噴位 頂到某個情況 力比它大的時候 它就會斷裂, 這樣就會爆 但這個方法真的要等很久了 可以更快的方法 對, 又很不科學 科學就科學, 但你沒耐性而已 你吧… 說到外星的方法一定有 你們想不想嘗嘗? 嘗嘗 好 好 好, 要輕鬆弄斷玻璃瓶 Dicken博士準備了一盆水、一條繩 究竟是怎樣弄斷它呢? 馬上看看 Dicken博士後飛, 明天是飛 Dicken博士, 我想問 那些繩要來幹什麼? 是不是瘋爆的瓶? 我試試看… 你別這麼笨 其實繩是用來綁著瓶的 綁著後, 把這些異然性的液體射進去 然後會點火 好 然後燒它 玩火嗎? 對, 有 Dicken博士, 當然 小心, Dicken博士 好, 沒事… 待會我會放進冷水裡 好, 一、二、三 好, 真好 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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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這樣? 是不是?你說爆瓶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玻璃的導熱能力很弱 所以散熱能力也很弱 所以如果粉綁式綁著燒它 這個位置不斷加熱 上面或下面的熱力不太高 所以它們膨脹不太大 因為這個緣故不同程度的膨脹 它就會產生一個應力 燒的位置向外面 而外面的位置向內 這個地方很熱的脹 放進水裡更加會收縮 因為它冷縮熱脹 應力的差別更加大 大得可以把玻璃弄爆 是否爆得很完美? 很漂亮 可憐, 可憐, 可憐 你又哭了什麼?忍你很久了 不, 你隨便爆開了 我已經爆了 之後就被我折騎巴士 這樣要折騎玻璃 我們就這樣撲鼻子, 會很傷 我會哭 別哭了, 別哭了… 你別哭了 我還想綁著它 我會怕它 我們太傷了 沙蠅, 你在哪裡? 我… 扔我彎就到了, 嗶嗶 傻瓜, 為什麼這麼準時? 扔個彎, 先扔個靚湯 靚湯, 你在哪裡? 行了, 扔個彎就到了 轉燈藍跟你說吧 大家都說扔個彎 我說人跑得比車快 撞開你的大角鏡 你別再開玩笑 人怎麼可以比車快? 電車也說了不行 就是大個女兒了, 別包在我頸上 做得我們道竅龍 別管你, 別管你 我要找一個專人幫我主持公道 黃波士 走吧 你們想怎樣? 我也先走, 不知道 不知道 黃波士, 你說吧 人跑是不是會比車快快? 有機會, 一定要做個實驗 但在你們六個之中 我要知道誰跑得最快 不如一起做個比賽吧 其實只有理想之一 不要緊急 夠吧 你去吧… 預備, 3、2、1, 開始 跑呀, 我一定要跑得比你們快 衝呀, 衝呀 其他人呢, 去哪裡了? 你跑得這麼快 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 好棒, 黃波士, 我準備好了 我開車, 我開旗 那我開計時器 好 這麼好玩, 怎麼開不完呢? 我開 單車 單車開的嗎?不是猜的嗎? 是呀, 要幫你改字幕 好, 中文差而已 你懷疑嗎? 人車賽跑, 直象開始 以內匯六十米為距離 跑步的Mayin 踩單車的大隻仔, 駕車的靚湯 看看誰可以最先繞過雪糕桶 扔個靚花, 翻翻氣點 3、2、1 好, 比賽開始 今天由我張慎雲進行躺術 一開始Mayin和靚湯叮噹碼頭 醉得很近 一步地說Mayin已經極速 華麗轉身跑回頭 靚湯和大隻仔轉也還沒轉彎 Mayin衝線 最後的結果 Mayin以10秒17述線衝線 加油 贏了 黃保士, 怎麼人真的跑得比車快 這跟牛頓第一頂駱很有關係 牛頓第一頂駱說 如果物件的質量輕一點的話 慣性會比較小 如果慣性比較小 加速度會比較快 而且轉彎的時候平活很多 這樣比較短的距離來乎六十米 人應該有好處 所以人應該最快 照理, 因為車是最重 應該是最慢 單車應該是第二的 但是為什麼?單車會慢 你以後不要這樣問吧 我欺負別人的自尊心 為什麼?大姐 你就是說我避過的單車? 對, 你認就好 你好 快點 還要大隻小蛋 我不用急 還要大隻小蛋 為什麼你那麼大隻昂夜空 好 這次我們絕對來回一百米 不可以? 一百米而已, 行嗎? 選幾個 簡單吧 好 我幫忙, 有什麼事了? 再過去, 再開始吧 太好了 第二場比賽即將舉行 以來回一百米為距離 汽車、單車和人 不知道這次誰能跑得贏呢? 二、三、二、一 長聲也是May Ann第一個衝前 其實有真無感 不過靚湯的車子突然加速超前 比May Ann更快要扔彎 不過大隻小子依然落後 現在回頭了 究竟May Ann追不追到靚湯呢? 加油… 這次靚湯大大跑來對手率先衝線 接著就到May Ann 最後還是大隻小子 看成績吧,靚湯以17秒31勝出 真是非常精彩 大隻小子,你可否用? 這什麼東西? 這麼厲害 黃幫士,我想問這次 為什麼車子會這麼多? 這輛車快一點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次距離長壯 雖然車比較重 最重的那個慣性最大 但是有長距離的話 這樣駕駛有時間發揮最高速度 一到最高速度 就贏了所有人和單車 但其實也很視乎人跑得快不快 世界紀錄保持者,譬如寶德 試過跑過150米裡面 最終的100米只需8秒7 如果找寶德去跑的話 這樣靚湯就未必贏了 好… 但是有個問題是… 為什麼刷單車也是最慢的? 對,要不要加速度 厚度一點,想應該MAYAN拍得快 有嗎? 謝謝 很厚度… 很明顯 當然了,我讓你們贏而已 對… 很明顯 流動實驗室,看你行不行? 待會去電視城 看看哪位同事最好 MAYAN,外景很煩,走開了 不是,今天流動實驗室 我們要留守電視城 究竟看看我們TVB的同事 是否沒有腦袋… 不是,是否沒有科學頭腦 平時我們會捉大學生 今天是TVB同事要展示我們 是時候要出賣你的同事 靠你吧,Ton 我沒有朋友 你沒有朋友?你就是我朋友 你玩吧 不,我們今天玩沙漏 用道具將三分鐘沙漏 在一分鐘內漏遠 令時間加快,有沒有可能? 看你行不行? 好,歡迎 Sissy和賴慧玲 太好了 好,考慮你們 這個就是三分鐘的沙漏 要考慮你們用以下的道具 如何能快一分鐘的沙漏 泰師傅,你來 你這麼有信心,來吧 我準備,準備時間 1、2、3,1分鐘 好…來 你可否快一分鐘? 我覺得是吸到的,是嗎? 但是磁石一邊有用嗎? 所以我不會,還是覺得熱水 上面沙漏,下面沙漏 好,你中間隔了一塊木 你覺得真的會快一點嗎? 五萬一分鐘就完成了 3,那怎麼辦? 2,1,2,1 宣布 我成功了 不,是失敗了 真厲害,你和我吃點賴慧玲 好,沒有表演吧 準備了,3,2,1,時間,開始 做什麼? 你有沒有看人噴傷骨頭的方法? 對,這是老人家的方法,打算怎樣 骨頭… 很骨頭 我覺得因為沙是緊實的 應該會搖掃它,讓它快一點下去 有,有,看得好一點 有,3,2,3,2,1 好,賴慧玲,你可以宣布什麼? 失敗 成功了 太好了 第20組 勞動實驗室,看你行不行? 我們這三個是否訓練班的徒學 這麼英俊 對,這麼厲害… 準備,3,2,1,1分钟 我很餵你,真的用掌聲 這樣勞勞,勞勞,再放在熱水上 滾了… 每次放在冰箱上 又放在冰箱上,好,冰也給你 整個彈來的 1分鐘多,炸溜,要小心 很漂亮,剩10秒,9,8,7,6,5,4,1,2,1 好多… 我們三位俊男,我們宣布什麼? 失敗… 勞動實驗室,看你行不行 太好了… 這群同事你們是什麼部門? 什麼部門? 製作部 不如我們嘗試用一條繩綁 好,示範給我們看看 師傅,你是否想綁著,然後直… 是要綁著的 綁著的,原來阿湯 綁著的沙子 怎麼可以比一分鐘快 我開始,你打算怎樣? 我都說是綁著… 看一齊… 快搞定了 速度真的快很多 你的大力綁是不錯的 差不多了 好像掉到一步的塊 還有嗎? 已經… 成了,很厲害 好厲害 太好了… 好,新鮮的實驗宣佈 好, 成功 肌炎巴士 肌炎巴士 有你在就好了, 幫我們解答問題 有哪個真的可以呢? 剛才看到有部分的人都對 用這個所謂的離心力 你有圓周運動就離開那個圓心 用的有就有動力 就會令到沙去另一邊 老師, 你說可以用離心力 不如你踢踢踢吧 好, 我計時, 準備 3、2、1, 踢吧 好, 很快 撐住了 很厲害 用了30秒時間而已 真的一半 中間不太快 是嗎?可能20多秒之內 十幾秒也可以嗎? 不要, 就手舉 好… 好, 這一集終於來到 老賓榮漂流記的大結局 太好了… 要再看你的故事了 真的很好吃 我也不知道你喜歡他 是嗎? 這些沙果吃光了, 很餓 不用你們了, 吃得這麼快 還好說, 你吃光我們的食物 你們真的很笨 雜木罰離開桃花島就行了 哪有材料呢? 找黃藥波, 走吧 找黃藥波, 走… 黃藥波… 我這裡有東西, 你幫忙 我們沒有食物了 沒有… 我有… 你還有嗎? 藥波… 我想問你拿點東西 沒睡吧, 去那邊吧 在這裡, 快搬東西… 你綁住, 怎麼搬呢? 這次有救了 加油 好, 紮木罰, 怎麼搞的? 紮邊紮就行了, 來吧 對, 紮木罰很容易遮蓋 用繩綁緊粥和水桶 紮得像船一樣就可以了 別想太多了 榮榮, 太陽下山了 快點紮完, 快走 大哥, 公主, 我們可以回家了 快點 都散了 我真是木罰 怎麼辦?怎麼辦? 救古井 古井, 我們想真是木罰 救你, 幫幫忙… 為何要拒絕 Edmond, 又是你? 是呀, 我們要摘木罰, 走吧 Edmond, 看看你的木罰斬了 究竟怎麼摘 很簡單, 第一, 我們要桶的位置 第二, 竹子的配搭 最後最重要是頂的摘法 首先, 我們會把四個桶平排放下 放在四邊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平排? 如果平排四邊平衡時 就好一點, 不會反轉 然後怎麼樣? 現在我們把四枝竹橫 四枝直直, 放在桶邊就可以了 但是竹子這樣放有什麼好處? 這樣放的話, 四邊又平均一點 可以多坐人, 又不會那麼容易搬 好, 現在我們紮結了 你懂嗎?我懂嗎? 我們問Edmond吧 Edmond, 我們怎麼紮結? 首先, 第一步我們會紮雙吐結 只要搭過來之後, 條一個圈 打一個叉 然後在底部穿過去 一扯, 這樣就雙吐結了 押著桶邊, 這樣繞過來 打到腰子, 接著繞過來 重複三次左右 好, 綁完一個水桶, 就到下一個 雙吐結是把竹子和水桶連起來 隻木佛周成形 四方偏見就是將隻木佛變得更穩固 因為可以越扯越緊 所以下水之後, 也不怕被浪沖散 那就不用怕中途要跳船逃生了 太好了, 走, 我們可以下水了 是 好, 來, 拿出來 好, 來, 拿出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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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來, 來 不明終於可以走 很棒, 送牠走, 送牠走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牠們幾個 這麼大份 但是木佛都載到牠們 那些原理是什麼? 這個這麼簡單的木佛可以載幾個人 真是很神奇 其實它的綁法很重要 那些竹子的綁法增加了平衡 而這些膠桶裡面是空氣 當整個木佛放在水裡 還有部分的膠桶浸在水裡 根據亞基米德原理 它就會產生一個向上的浮力 而這個浮力可以足以將幾個人承托著 這個原理就是經常聽到船的排水量 例如船重一噸 就會有相同一噸重量的水被排開 因為木佛本身的重力和浮力 互相平衡 所以木佛不就會浮了 巴結我, 阿寶 一定會巴結我 好, 再見… 巴結我, 再見… 再見… 再見 玉波兄, 你不走? 那裡不是有兆巴搭嗎? 對 對, 有訊息 阿姨說不派飯盒, 辛苦你了 我請你喝茶, 來… 好… 好, 這個故事說完了 是不是好聽? 什麼事?我們不玩了 你的故事都弄得離婚了, 來吧 對, 這本很明顯是物理書 氣氛比較好 而且我們觀眾也不是傻的 你下次這道具可否認真一點? 不, 我們少了幾個小時 森佛呢? 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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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笨嘴 你別管了, 別管了 大件事了… 你怎麼又大機小怪? 我們知道主持人是小儀, 那怎麼辦? 就是了, 主持人 沒有人跟我們爭取, 好嗎? 不是… 新消息說, 學生飛由下午開始 就算有一個小時變半個小時而已 對… 比我們更拚命, 就算節目時間短張 我們也挺受歡迎的 其實是我你受歡迎的 你最受歡迎的 對… 下個時期我們繼續一起… 學生飛由下午開始 新生飛由下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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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好痛喔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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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